王曼玉为何能火速重回巅峰 不是孙颖沙让球 一神秘功臣曝光 不是马林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天 近日火爆的乒乓球 雅锦赛已经圆满落幕 对于国拼队伍来说 又一次收获颇风 七冠五亚实在是霸主地位稳固 国拼队伍的实力 真的是令世界佩服 目前国拼队伍已经蛮载而归 凯旋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 本战比赛 在王曼玉一改往日和肖战分别之后的低谷失落状态 摆脱了伤病困扰 此次比赛先后击败了陈梦王毅迪 最后和小魔王孙颖沙会合 再一次进行最后的巅峰对决 原本以为孙颖沙发挥稳定 拿下冠军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没想到王曼玉在孙颖沙先夺两局优势之后 仍然没有丝毫慌乱 而是奋起之追 及时应变调整 最终三比二逆袭夺冠 让大家再次见证了他真正的实力 然而这样的情况 让不少的球迷认为 是马林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打压的风波舆论 而让内部球员都输给王曼玉 即便最后的冠军争夺 也让孙颖沙让球 虽然这样的舆论几乎不可能 因为孙颖沙赛后也表示 队友王曼玉的取胜意望更强 但突然从低谷迅速重回巅峰 不少球迷认为这绝对不是偶然 肯定是王曼玉获得了什么锦囊妙计 又或者是有高人指点 这个答案也在近日终于被解答 近日有球迷拍摄到国拼选手们 现身韩国机场的图片 而陪同王曼玉的神秘人大功臣也被曝光 他就是王曼玉的黑龙江省队的教练张海峰 两人一路相谈圣欢 这次张海峰亲自赶赴韩国 陪着王曼玉一起参加了雅锦赛 指导他的技战术 更重要的是给予他心理上的鼓励和支持 在恩师的注视下 王曼玉顺利度过了比赛中的每个关卡 而更好的消息是 雅锦赛之后 张海峰和王曼玉的师徒情还将继续延续 所以马林或许还真的无法顾及到每一位运动员 但或许教练组也是对王曼玉的接管工作进行了调整 我们也期待王曼玉能够稳住成绩 重回世界第二的位置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 感谢观看